Tool Tour, 早上Stanley 问968 它是13.3持货的,可以赚 它说上网多少呢? 这个可以赚着线轮 其实某程度上,信尔光能的走势 它是转强的 它从之前比的话,现在的省国势是好一点的 甚至乎,其实你看得到的 这一段时间,虽然有很多玻璃价格的消息 仍然相对比较负面,因为你见到金货科技的价格 其实仍然在跌 但它的股价反而突然转,这一段开始 就不太受到那些消息所影响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股价相对比较强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它的股价 有机会之前的时间,真的见底了 所以如果这些股份就没有程度上 因为刚刚提到,金货发电这些 未来的发展的前景是不差的 所以可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拿着货先的 尤其是你买入比较低的话 让它有价格可以守住 我会建议,如果你现在有货的话,拿着它 不过现阶段,因为你看到它的股份 它的波动性相对比较大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先拿回大约15元左右 做纸账位先 如果你解释它的价格,真的不错了 放下去的话,15元的纸账位 会比较妥妥妥一点